我有多想要放棄這個夢想 有多痛苦 有多想要放棄這個夢想 嗨 大家好 我是老司機博安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首先呢 我想感謝大家對於我的支持 在短短一個星期內 老司機就收到了將近30幾則的留言 在問關於一些飛行訓練 或是各個飛行上面的問題 那我覺得有些問題真的是問得非常的好 所以老司機目前在整理這些問題 那到時候呢 我會把它整理好之後 再把它上傳到我的YouTube Shorts的短影音呢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老司機再次感謝大家對於我的支持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幫我訂閱 按讚 並且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不然你沒有辦法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那今天呢 老司機想要跟大家聊聊 關於夢想這件事情 就是你放棄你的夢想了沒 I don't know what that dream is that you have I don't care how disappointing it might have been as you've been working toward that dream that that dream that you're holding in your mind that it's possible 那為什麼老司機想要跟大家聊聊這個 你有沒有放棄你的夢想 還是你還在堅持你的夢想這件事情呢 因為呢 老司機這陣子啊 在剛剛前面講到的這30集的留言裡面 其實有一半以上 大家都在跟老司機詢問 以及告訴我他們的想法 關於他們為什麼沒有辦法出去學飛行 那其實老司機呢 今天呢 就想要來這邊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我這18年來 那為什麼我一直沒有放棄這個夢想 其實啊 老司機啊 跟大家都是一模一樣的 ok 我也是啊 在這段路上啊 從我小到大 一直到我在準備這個飛行的這個 考試之路上面啊 我也有非常多次的機會 與放棄夢想擦肩而過 那其實啊 你說放棄夢想簡不簡單 其實非常的容易 那老司機呢 今天呢 會以三個觀點 來跟你們做分享 第一個 老司機會想跟你們分享 關於我在準備多億考試的時候 我有多想要放棄這個夢想 有多痛苦 再來第二個 我想跟你們聊聊關於人 有多少人啊 他們啊 表面上啊 是告訴你說為你好 實際上啊 他們就是要你放棄 那再來第三點呢 老司機呢 想要呢 給大家一些鼓勵 我希望呢 能夠用我自己自身的經驗呢 來跟你們大家做分享 希望呢 你們能夠一直朝著你們的目標前進 OK 那我們今天就從我們多億考試開始說起 老司機啊 並不是一個聰明的學生 我的多億考試啊 當年啊 第一次考的時候 只有250分而已 那其實呢 老司機當時啊 還沒有考過多億喔 一直到老司機啊 正式在大一的時候 我決定 我就是要朝著這個目標前進的時候 我開始呢 去認真的 再一次的 去看長榮華航啊 他們這個各個招募網站 他們多億成績需要多少 那他們當時是需要650分 好 OK 那650分 老師就好 那我就去考考看嘛 對不對 去考考看多億啊 那當時身邊啊 全部的學長姐 沒有人的多億成績低於700分 在當時我那時候啊 大概大一左右那個時候 在考航空公司那個時候 多億只要700就可以投了 不用到現在像900還有什麼滿分 沒有沒有 那時候多億只要700分 你就幾乎可以考試了 那當時啊 老師機啊 去這個 準備這個多億考試的時候 你啊 隨便問一個人 大家都是七八百 然後老師就想說 欸 那好像也不是說到太困難了 啊我們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從國中就有學英文嘛 應該是不會太困難 結果呢 老師機就去考了多億 結果一考啊 啪呀 藤積第一次出來 我只考了250分 那當時啊 老師一直考250分 對我自己啊 都是非常的正經 我想說 天啊 我怎麼這麼爛 怎麼爛的這樣 250分欸 250分是什麼 就是你啊 全部拆B 你可能都會比我高 懂我意思嗎 其實就是250分 後來結果咧 我就覺得說 不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怎麼會 我怎麼會這麼差呢 我當時也是非常的覺得 很難受 因為我想說 我應該至少都有650分 怎麼會考個250分 後來結果咧 老師機覺得很 很不情願 我就呢 馬上了 又再報了一場 結果考出來成績多少 250分 還是250分 我這時候就知道完蛋了 我的問題大了 我的英文的問題大了 老師機總共花了多少時間 我才達到了650分 我花了大概 相近四年到五年的時間 那我考了幾次 我多一一共考了21次 老師機啊 在大學這四年的時間 其實老師機過得一點都不開心 為什麼 因為啊 我一直在為這件事情而操心 我想到我的多一成績這樣子 考了21次才考到650分 21次耶 我們要是今天大家 都是在同班同學啊 你們肯定會覺得 老師機一定是這個 腦袋可能天生就是有殘障的一個人 那 老師機當時啊 就覺得說 我一直在考這個考試 但是我發現 我不能一直花錢一直考試啊 所以我就到處的一直問人家 要怎麼樣去準備 這個多一考試 我就一直練習 一直練習 那其實啊 每一次啊 考出來的成績啊 對老師機啊 都是一個傷害 我永遠都記得啊 從250分 254分 350分 350分 又調回255分 再來咧 就到了445分 450分 445分 再來410分 然後呢 我才好不容易的跳到 495分 495分啊 我又調回450分 又到500分 那我當時就覺得說 我每一次的考試啊 對老師機 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傷害 為什麼 因為我怎麼會這麼差啊 差的這樣 你要怎麼跟人家說 你要開背景 我那時候在班上 我都騙大家說 我多一也八百 其實我根本就沒有八百 因為我害怕 被這些學長們知道 我多一成績有多差 那所以呢 老師機當時啊 我呢 就還是不斷的呢 在讀這個多一 但是其實我讀的 非常的 心裡面非常的累 所以呢 我經常呢 就會換一個方式 比如說我會去玩模擬飛行 我會去看飛機 然後呢 去想著自己 如果今天是坐在駕駛艙 那個人是我的話 那 這樣相對起來 會給了我一點動力 我會知道說 啊 這就是我人生現在的目的 我就是要去完成這件事情 後來呢 老司機呢 有一次真的是非常認真啊 我真的是花了好多的時間 然後呢 去準備多一 我準備到啊 我在學校啊 我下課我就去圖書館念多一 晚上回家再寫一篇 每天大概都是一兩篇兩篇的在寫 結果後來咧 你知道老司機的成績考了幾分嗎 後來我這麼認真的準備了將近 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準備了將近三到四個月的時間 結果考出來的成績是幾分 我當時已經是五百分囉 結果後來我考出來的成績 四百五十五分 我這麼認真的在準備這個考試 他竟然 我竟然還考到四百五十五分耶 成績還往下掉 讀了四年成績還往下掉 當時老司機非常的難過啊 我很痛苦你知道嗎 所以我當時啊 我有一次啊 我永遠都記得那天 我在松山機場 觀景台看飛機 然後呢 我非常的難過 我就看著那個駕駛艙 我就覺得說 我該怎麼辦啊 我已經現在已經 而且當時已經將近大三了 老師已經大三 也就是說大四畢業之後 你就要正式面臨這份工作了嘛 我連多億成績都考不到 那我到底是要怎麼樣去 去完成我這個 這個我想要開飛機的這個夢想 雖然但是後來 老師一直在面子想 我就是很 想說我該怎麼做 我才能夠讓我 自己能夠完成我這個 這個夢想 我才能夠達到650分 我當時就這樣想 後來呢 我做著想著想 我就想說不然這樣吧 我就用時間去好 反正我有很多時間嘛 那我就想說沒有關係 我相信也什麼都不想 我就呢 用我打工所有的錢 跟家裡面借的錢隨便 我就是全部就是 砸在這個多億考試上面 我就是什麼參考書啦 然後咧 這個考試啊 各方面我就全部 我就全部把錢全部砸上去 我就用時間去耗 反正我當時才幾歲 當時我才大概 21歲左右吧 其實21歲 我就想說好啊 反正航空公司怎樣 30歲才能 才說你不准去投考這個考試嘛 我當時想說好啊 沒關係 那我就有9年的時間 我就花這個9年的時間啊 我就怎麼樣咧 我就用偷用騙用搶 我想盡辦法 我就要把它烤到650分 我就是硬用把它烤 把它烤出來 反正我就是一直烤 一直烤 反正就是一直弄 想辦法把這成績用堆的堆出來 當時呢 老師機不只在準備多億考試 我還呢 經常到我們淡水 淡水有一間咖啡廳叫做The Rock 它是一間教會咖啡廳 它專門呢 在幫助一些你想要練習英文的同學 然後呢 它會來這邊呢 來跟大家做練習講英文 那我當時每個禮拜二 禮拜四 我也是固定呢 會到這個The Rock去練習英文 然後呢 一樣繼續去寫我這個多億考試 老師機自認啊 我真的不是一個聰明的學生 我可能還有一點點 閱讀障礙的問題 那後來結果咧 我就這樣子 我呢 就去The Rock 然後呢 去練習英文 然後並且呢 在家裡面自己去練習習 寫這個多億的考試 並且我還參加了多億考試的補習班 然後並且我還怎麼樣咧 我有時候啊 還會禱告 我並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有時候就是會去禱告 我會說 神啊可不可以幫幫我 幫我拿到這個 650分 這個我 我會想盡所有辦法 但是求求你不要 因為這個東西而放棄 所以呢 我就做這三件事情 後來結果很幸運啊 其實也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慘 所以老司機大概呢 在大四的時候呢 我就終於啊 在考了21次的多億以後咧 我終於考到了 655分 老司機就不是那種聰明人 那種一本書就可以考到800的人 我就是不是那種人 那我就需要非常大量的練習 來達到這個進步的程度 那也是因為從這個多億考試的 這件事情之後咧 老司機才對自己非常了解 我發現到啊 我是一個啊 人家說簡單啊 對我來講都不是簡單的事情 那老司機當時呢 在當兵退伍之後咧 我呢 陸續投了一些公司 我投了高鐵駕駛 還有華航的機物維修 還有安捷飛行訓練中心的這個牽牌 那其實咧 幾件事情之後咧 老司機就覺得說 冥冥之中啊 好像就是要我去出國去自訓 要我去學飛 為什麼 嘗試了這麼多的工作上面 我沒有一份工作找我去考試 如果說你今天說我是去考了 我沒上 那這個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後來老司機就想了一想 我就覺得說 好 那我就專心的 就開始去準備 我要出國自訓學飛這件事情 那再來咧 老司機呢 就來繼續跟你們聊 第二個就是關於我們剛剛講到的忍熱問題 有一些人啊 總是讓老司機覺得說 對我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首先第一個 老司機當年啊 非常喜歡玩這個模擬飛行 我總覺得這個模擬飛行啊 我按照真實的checklist等等 我去飛這個模擬飛行 我總是覺得 他一直讓我覺得這個軟體是非常的有幫助 但有一次老司機啊 就有一個同學 他就跟老司機說 他說 你把那個遊戲玩你刪掉吧 他說你玩那個幹嘛 你多一現在幾分 那當時老司機多一才655分 他跟我說 你多一沒有900啊 我告訴你 你連PPL都不用學 為什麼 因為啊 你啊 連 航管你都不會聽懂 他就開始指喔 講了好多人 說什麼現在已經在台灣航空公司上面 在飛的一些教官了 他就說你看他們大家 他們在學飛的時候啊 都聽不懂航管 因為他們多一沒有900 在跟我講的那個人啊 他自己多一也沒有900 他就這樣跟我講 但他當時已經在資訊學飛 所以我當時就會常去問他很多的問題 後來我就說 喔了解 我就說我知道 我說我會繼續讀多一 他呢 他就一直跟我說 我是為你好 我是為你好 他就一直跟我講這句話 然後咧 就怎麼樣咧 一直告訴我說 你把模擬分行三秒 那個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個就是在浪費時間 然後呢 就開始對老司機 不斷的做攻擊 一直攻擊我 就是一直不斷的講一些 就是反正我做什麼都不對啊 問題都不對 問他說 那請問你一下 那個如果去資訊學費的話 那我哪些書 我可以先讀 他會說 喔PHAK 他想說 可是你多一成績這樣子 你看得懂嗎 他用各種這種方式 一直去定你 讓你就是一直覺得說 奇怪我好像是今天多一 不考到九百 我就不是人一樣 那其實當時對老司機 這是老司機 在老司機的印象中 記憶中 其實是老司機 最受傷的一段日子 因為那個朋友 一開始其實跟老司機 非常的好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去學飛行之後啊 整個變了一個人 當時老司機 其實還不會去分辨 這個人 就是到底這個人 是要在幫助你 他還是只是在 想要勸退 所以呢 我當時就一次兩次 我每一次只要問他問題 他就用同樣的方式 一直跟我講 一開口就是 你多一幾分 然後呢 再來就開始跟我講 你不要浪費時間 做這個做那個吧 當時連老司機啊 去運動啊 他都跟我說 你這個時間啊 都可以拿來寫多一了 所以後來老司機 最後就是受不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人 怎麼樣 我就把這個人給封鎖了 老司機啊 在學飛這條路上 一直都會遇到很多的人 你拿到PPL啊 就會有人告訴你 INTRO拿不到 你拿 學了INTRO就會有人告訴你 CPL有多困難 你不可能 你呢 想回台灣考試 他就會告訴你 沒機會 你呢 想要留在美國航空公司飛 他就會告訴你 現在人都滿了 啊 就會一直有這樣子的問題 這些人會一直不斷的成人出現 我自己走到現在 我看到了這麼多的人 那我也遇過了這麼多 要我放棄的人 有很多要你放棄的人啊 結果都會是你身邊的一些朋友 甚至是你身邊的一些親戚 他們會用各種的方式呢 去不信任你 YOU SHUT UP 老司機有一次在看這個 鐵達尼號的這個女主角 叫凱特溫斯雷 他在得獎的時候 他講了一段話 他說 你什麼都不要聽 你就是要相信你自己 你就是要一直往前走 你只要相信你覺得 你做這件事情今天是對的 但你就要一直繼續往前走 你絕對不要去 聽得旁邊的人的怂恿 而就放棄了 你原本該自己覺得 這是對的一條道路 一個教授或朋友 或甚至一個父母 就不要聽到任何的 因為那就是我做的 我沒有聽到 然後我繼續往前走 我超過了我的恐怖 我超過了很多危險 我超過了很多危險 然後 一直在做 然後一直在自己 你自己 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需要深入 老司機在這條路上 遇到了身邊很多的同學 為什麼有很多的同學 他們家境並不是 沒有辦法讓他出國學飛行 或是他為什麼 沒有繼續在走 飛行這條路 因為很多人啊 都是道聽途說 一直聽各種謠言 那老司機當時在台灣 準備著考培訓航空公司的時候 身邊啊 都會有這些同學啊 有人啊 多億喔 已經八百了喔 說聽人家講要考到九百 他就去考 考到九百 花了六年的時間 最後這同學考到了 大概九百七到九百八十分的時候 他就真的去投了這個航空公司 第一關比試就被刷掉了 他就放棄了 很多人啊 都會講這些話 他都會一直告訴你說 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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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買那邊買 還記得這個同學告訴我說 你多億沒有九百分啊 你連行管都聽不懂 老司機PPL完成的時候 是五十一個小時 拿到PPL的 所以呢 從那件事情 一點一滴的啊 讓老司機一直不斷的 建立信心 建立信心 我就知道說其實 你啊 真正會幫助你的人 他會直接就伸手幫助你 他絕對不會啊 讓你就是說 在那邊給你指示 告訴你你該怎麼做 教育你 真正會幫助你的人 他會當下 當季立案 直接告訴你說 欸要不要一起練多億 要不要一起怎麼樣 要不要一起怎麼樣 欸我這邊 有個考試 你要不要行 你要不要我可以給你 我可以傳給你 這是真正會幫助你的人 那 那些 不會幫助你的人 他呢 就會一直告訴你 你怎麼做 你都沒有機會 然後呢 你做什麼都不對 玩模擬飛行 有損降低智商 他怎麼講 就是你就會覺得說 奇怪了 為什麼我好像 做什麼都不對 所以老司機要在這邊 跟大家提醒 如果今天你身邊 出現了這樣子的人 他如果呢 你呢 好心的跟他請教 甚至你們曾經是朋友 但是你好心的跟他請教的時候 勒 他總是用這種方式去回應你 那 老司機要告訴你 這個人你可以離開了 因為他絕對不會幫助你的 哪怕今天有好消息 他都不會告訴你 老司機自己本身是沒有什麼 什麼基督徒佛教 並沒有什麼信仰的人 但是老司機一直很相信 人在做事 天在看這件事情 老司機一直很相信 有老天爺這個事情的幫忙 因為老司機在這一段路上 我從小到大 就是一個非常差的一個學生 那 我當時呢 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但如果今天要是我 考上了高鐵 我考上華昂基武 我考上了安忌 你覺得老司機今天還會再去想要學飛行嗎 那我的夢想是不是就結束了 所以你看 你要放棄夢想 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老司機覺得啊 有時候在夢想的道路上面 你並不孤單 為什麼 因為其實老天爺他一直都會幫助你 只要你不要放棄 有時候你投入的時間越多 你要放棄的機會就越低 像你看老司機花了這十幾年的時間 常人眼裡看起來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什麼收集飛機模型 玩模擬飛行這些 但對老司機來講 這就是我覺得我最接近 成為機師的一個方式 而也是因為今天這樣子 我才能夠錯過這些 這麼容易可能會讓我放棄夢想 我沒有辦法再走上飛行之路的 這個 這個結局 那老天爺呢 就在這個時候幫助我 讓我呢 能夠去錯過這些東西 讓我沒有辦法去參加考試 讓我被遺珠之汗 那我今天才能夠最後呢 能夠走上這條飛行之路到現在 到我完成這個一千萬小時 進到航空公司裡面 所以老司機覺得有時候 如果你在心情非常低落的時候 其實老司機不妨覺得 你可以去看看一些勵志的影片 老司機會把這些勵志影片貼在下方 你們可以去點選來觀看 那這些影片都陪 就這麼幾部影片 陪伴的老司機將近 從我大一的時間一直到今天 我到今天還是會看這些影片 而且我一直不斷的在看 那老司機也會把這些東西 分享給你們大家 希望能夠幫助你們建立更多的信心 那再來 老司機也希望你們說 如果你們啊 有時候真的是求助無門的時候 其實你們可以求求老天爺 就跟老司機一樣 去求求老天爺 把你自己心裡面所講的事情 你覺得很煩惱的事情呢 你可以呢 去跟老天爺講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 雖然這是一個 我們無形上面看不到的東西 但是事實上啊 老司機在這段路上面 我遇到了這麼多貴人相助 幫助我回來美國的 那我在飛行學校的時候呢 整整一整年我沒有車 載我去吃飯 載我去買菜 有時候還有空載我出去玩的朋友們 然後呢 幫我複習考試的這些朋友 這些人都是老司機 就這樣子 好像有緣來相聚一樣的 就是老司機 這樣子幫助到老司機 老天爺一定會幫你 你在你所有的努力啊 都一定會有收穫 只是不是當下 他一定在未來一定會有收穫 就像老司機 當時solo 11個小時完成 這個就是我當時在玩 模擬飛行的時候的 這些練習 而達到今天這個 11個小時的solo 不是嗎 所以呢 其實老司機一直很相信這個事情 如果呢 有這樣子的問題的話呢 不妨呢 可以試試看老司機的方式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老司機祝福大家呢 能夠關關難過的關關過 那如果呢 你呢 覺得說 你在這樣情況下面 你會覺得非常低落 你想要放棄夢想的時候咧 其實呢 你不妨呢 也可以來找老司機聊聊天 那 老司機呢 也當然祝福你們呢 能夠呢 完成你們所想要 達成的工作 那 也希望你們呢 能夠一切呢 都能夠順利 遇到困難呢 也能夠呢 在最短的時間內 能夠脫困 那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那再次請訂閱 按讚 分享 並且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那還有咧 最近呢 我會 開始呢 把我這個錄好的這個 shorts這個影片的短影音呢 我也開始陸續的呢 去傳到上面 那 我們就到這邊囉 那下一期 我再跟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話題 掰掰